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12月10日,有着亚根廷特朗普之称的极右翼政客 哈维尔·米莱 在首都布尔·洛斯·艾利斯宣誓就职 正式就任亚根廷新任总统 开启他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 同日,亚根廷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就职 当日晚上,亚根廷总统办公室在X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米莱的工作照 并配文这样写 亚根廷共和国总统哈维尔·米莱 签署总统令 该法令将现有政府部门的数量 减少到9个 亦是意味着 米莱上任依此 已经是大刀阔斧地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将亚根廷政府中原先的18个部门 剪了一本 金融时报报道说 米莱已经在12月10日下午 签署了一项法令 将亚根廷政府重组为9个部门 该法令将在当地时间的12月11日上午 正式发布生效 米莱所领导的新一届阿根廷政府 一共包括一名内阁首席部长 和9名部长 其中尼古拉斯波塞出任内阁首席部长 路易斯、卡普托和迪亚纳、蒙迪洛分别出任 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 参加今年大选的中右翼选举联盟 合力变革联盟的总统候选人 帕特丽夏、布利·里奇 和副总统候选人 路易斯·比德里 分别出任安全部长和国防部长 现存9个部门分别是 经济部、安全部、国防部、内政部、外交部、司法部、公共工程部 卫生部、以及新成立的人力资本部 人力资本部是由原来的劳工部、教育部、社会发展部等 几个部门合并而来的 原本米来是打算将卫生部裁切了 一起合并进去 但最后它改变了主意 此前在竞选期间 米来曾经预出惊人 提出多项令人大为吃惊的政策方案 当时承诺将中央政府部门 从18个大幅剪刀到8个 而如今剪刀到9个 算是上任的第一天 就已经兑现了这一项竞选的承诺 另外 它还承诺将会采用所谓的经济休克疗法 主张取消管理不善的中央银行 要废除比索 全面转向美元化 它想大幅削减政府开支 允许公开攀带枪支 合法化器官买卖 并限制堕胎等政策 12月10日上午 米来在阿根廷国会大厦向宣誓 并从前任的总统 费尔兰德斯的手里 接过总统受贷和首长 正式开启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 米来随后向聚集在国会大厦外的支持者 发表讲话 承诺将会推动变革和重建国家 米来说 他说我们是没有余地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 我们的国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政治的阶层将这个国家 是置于历史上最大危机的边缘 我们不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 作出很艰难的决定 但是遗憾的是 他们没有让我们留下任何的选择 米来警告说 如果不加以压制 阿根廷可能会面临每年 1万5千%的通货膨胀率 必须要采取休克疗法 来缓解经济的危机 在休克和渐进改革之间 是没有讨论的余地 要实现渐进式的改革 必须要有资金 但相当不幸的是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没有钱的 我们是没有资金 米来并没有在演讲之中 透露具体的细节 但他表示 新政府将会削减 占GDP总量5%左右的公共开支 这些调整将会落在国家身上 而并非私营的部门 米来出生于1970年10月22日 现年53岁 他拥有经济学文憑 曾经从事企业的管理人员 大学的教授、专栏作家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的工作 令他声明着起的工作 真是脱口show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在2018年 米莱总计接受了235次的采访 就成为了当年接受电视采访 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 在2021年米莱组建了极右翼的自由前进党 而且他还当选阿根廷国会的众议员 在米莱就任总统之际 阿根廷正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过去12个月累计的通胀率达到142.7% 贫困率是超过40% 阿根廷还面临债务危机 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 已经超过440亿美元 预计米莱政府将会在近日制定更加详细的经济计划 重点应该是减少支出和消除财政的赤字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